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元祖的使用 什么叫做元祖 它该怎么使用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什么是元祖 大家看我的概念 我给您念一下 元祖 它是一种特殊的数组 或列表 你看 看起来挺特殊 是吧 元祖什么东西 其实它就是数组 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它特殊在什么地方 大家请看 它是一种不可变的数组 它的值不可被改变 如果您在这个耶路编码过程中 如果说您这个数组的值 您不想让它变化 那么您不要把它定义成数组 要把它定义成元祖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通过小括号 咱们来定义一个元祖 第二 我给您演示一下元祖 什么叫做不可变 今天咱们都会看到 好 那咱们马上看实践演习 老规矩 我还是先建一个测试文件 知道吗 咱们是边运行边讲解 我这屏幕还是划分成左右两部分 老规矩 左边是代码的部分 右边是咱们运行的结果 咱们先运行 我给您准备代码的第一部分 咱们请看一下 第一行 咱们先不要看 那咱们看什么 咱们看这四行 如果咱们光看这四行 您是不是会认为 我的这个变量 突破桑破这个变量 它是一个数组 你看 输出数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根据下标输出数组的每一个值 每一个内容 没有问题吧 大家请看 使用方法和数组是完全的一样 但是定义的话 大家请看 第一行 它是通过小括号进行定义 没有问题吧 那我问您 数组通过什么定义 中括号吗 对不对 对 它通过小括号 就这么一个区别 好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它和数组输出 有什么地方不同 PY 然后是TES Go 大家请看 完全的一样 对不对 当然说完全一样 有点夸张 为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如果是数组的话 这输出中括号 因为是圆组 所以说 这地方输出的是小括号 就这么一个区别 使用方法完全一样 OK 定义包括使用 都出来了 接下来 循环圆组 我跟您说过 它就是数组 所以说 它可以按照咱们普通数组的方式 进行循环 看结果 哇 上面屏蔽起来 这三个咱们不要 好 咱们试一下 注意 注意看 够 大家请看 我第一行输出是原组的内容 就这个第一行 就这个代码输出 然后呢 我循环这个原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再输出 就是从1到13 这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菲伯纳基数链 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把它揍成我的这个数组或原组 揍成这个例子 大家请看 这个输出方法是不是和数组完全一样 对 它就是数组 它是不可变的数组 那么什么叫不可变 来了 我给你讲解一下 这原组的值是不可变的 稍早把这屏蔽起来 比如说 如果咱们要是个数组的话 我这样写 我这个代码这样写 那么咱们第0个元素 是不是这个值会变成10 可以吧 可以 如果是原组的话 我这么写代码 咱们运行 看结果 它还不能不能变 如果不能变 说明是原组 如果能变 就是数组 好 试试 够 大家请看 出错了吧 它告诉我 远组对象不支持 只改变 只分配 坏的话说 我这么写是不行的 从而得证 原组的值不能够改变 不信 不信的朋友 没关系 咱们再来一遍 你看 来几遍它也是不能变 对不对 为什么 这是它的定义决定的 OK 咱们赶紧屏蔽起来 接下来 最后一个 元组 我刚刚跟您说过 元组的值不可变 但是元组是可变的 比如说 我刚刚定义的元组 是输出 佛伯纳西数列 从1到13 没问题吧 我把这个元组 叫重定义一下 行不行 我重定义ABC 重定义为 字符串形的一个元组 可以吧 可以 元组 它里面的值 是不可变的 但是本身对象是可变 好 咱们看看 我这样写的话 它还会不会报 这个元组对象 不可变的错误 还是说 直接把它变成ABC 然后再输出 看结果 够 大家请看 一上来 由数字的元组 咱们变成了 ABC字符串的元组 变了吧 然后呢 我把每个元组的内容 再输出 但是它里面内容 是不可变哦 我给您试一下 比如说 咱们新的数组 新的元组 咱们从下 键盘不好 咱们下标1 让它变成 I love you 可以吧 这右线都不这么写了 这么写是吧 好 变成I love you 咱们再运行 看看它还能不能运行 肯定报错 对不对 为什么 元组的值不可变 OK 这就是今天 我给您讲解的 数字内容 元组呢 是一个特殊的数组 非常的常用 尤其是在这个 业务中做这个 Master表 Master数的时候呢 非常的常用 我推荐您使用这个元组 来表示您不可变的数组 极力推荐 这样呢 能够减少代码的 这个出现bug的隐患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关于元组 使用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共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成为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